宝贝 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我们先来读圣经 今天继续使徒行传四章十八到二十节 于是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凉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永活的主耶稣 他是活泼长存的道 主耶稣的大能激励人 坚持去做使人得益处的事 但那些政治和宗教领袖 觉得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就禁止使徒不可再用耶稣的名 发表言论或是教导人 虽然被这样的威胁恐吓 使徒们靠着耶稣得胜 做出了勇敢的决定 继续将所看见所听到的说出来 好 现在就跟着妈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请让我和我的宝贝紧紧地跟从你 向你忠心喊尽责任 勇敢说出让人得救的事 帮助我们不惧怕威胁 把你的爱带给每一个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